下一个下一个 谁能来几句日语 然后下面的语音评论 下一个下一个 说是一路翘着头回来的 这还真是应了那句话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浪更比一浪浪 然后下面网友说 这个车适合跑西藏 路上一不一扣手 这要比人有诚意的多 诚信是够诚信 但百装车好像不能上到的 下一个下一个 同样是睡八小时 你为什么不选 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 而是选凌晨三点到上午十一点呢 然后下面网友的评论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直接晚上十点到上午十一点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一般都是睡到自然醒 下一个下一个 有没有皮友知道这玩意能治吗 晚上疼得睡不着觉 这怕是得了什么大病吧 这边建议你去医院吧 来看看网友怎么说的 王维师里的红豆 下一个下一个 还有下面这位大学 你要说他没被蜘蛛咬我 我都不信 网友评论说 这是跳不过距离下场 下一个下一个 你面试官说请在一分钟之内要到我的微信 小伙答复干脆利落 我是拼多多新用户 要论脑洞大开 还得是这位网友了 这都能联想到一集 下一个下一个 大家有没有发现 亲戚就是一背心 隔代几乎不联系 这是为什么 像这种问题 网友们早已经看得非常透彻了 你发个台试试 下一个下一个 在练车时教练报过哪些金句 然后下面网友的评论 你把座椅调那么近 是准备给方向盘喂奶吗 教练通过幽默的暗示 指出了学员所存在的问题 非常的666 下一个下一个 问大家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的心脏 有时候会突然疼一下 有时候我的肺这边 也会突然疼一下 然后下面的评论 心脏疼不疼 先放一边 你这个黑丝 好歹全拍出来啊 我非常赞同这位兄弟的说法 黑丝不给看 还想来提问 简直就是门都没有 下一个下一个 分享一下你们家乡的路 我简单的看了一下 这四个城市的路后 感慨万千 心中那份对于大城市的憧憬 又多加了几分 于是乎 我便翻了下评论区 底下第一排的大神 发来了一张图片 重庆的路 这张图片 把重庆路的复杂体现的淋漓尽致 下一个下一个 然后下面网友评论 上一个受害者视角 你是第一个撞的吧 有卧龙的地方 必有凤厨 还有还有 网友发帖说 不通知 我一下就进来了 然后下面网友评论 现在小青蛙成了你的烦恼 又菜又爱玩 头一次听见发叫 下一个下一个 网友问 你老公曾经有什么行为 让你感觉到恶心 这开头的第一篇 就让我感觉到十分炸裂 年初一那天 第一次去婆婆家 闹得很不愉快 我就不想再去了 但架不住男朋友 一直央求 只好去了 婆婆的态度 比上次好了些 做了几个青菜 还杀了只公鸡 开饭的时候 男朋友问婆婆 为什么没有捡鸡蛋 她平时超爱吃 每顿饭婆婆都会做给她 这个时候 婆婆说 公鸡哪来的蛋 如果公鸡都可以下蛋 那男人岂不是可以生孩子 原来婆婆还是想抱孙子 嫌弃我是个男人 突然让我想起了一句话 下蛋公鸡 公鸡中顶战斗戟 偶叶 还有一个网友说 都是成年人 我老公说话一点分寸都没有 他可以说我黑 但有一天他问我 我是不是用生抽护得敷 这个确实有点过分 生抽它是不上色的 估计用的是老抽 下一个下一个 要我说人生 大可不必什么都尝试 咱虽然没使过 但是听网友的描述 我好像知道是啥味了 这个痘痘就像是40度的天 天下60岁大爷的卡15 说着你第一次感受到文字的力量 还有网友说 喝痘痘你得钻进地道里边去喝 那才叫一个 还有网友说 这东西不应该这么吃 应该是先加糖 然后等温度降下来 后撇去浮沫 再放入胶圈 最后连碗一块就等了 哈哈哈哈 下边这位更惨 以前去北京玩 喝了豆沉 然后想带过去给朋友尝尝 结果阿姐那时候 让我当面喝了一大口 哈哈哈哈 伤敌800 自损3000 哈哈哈哈 伤敌800